这种礼包可不要小瞧 虽然是白给的 看起来不起啊 但是动不动就有惊喜 当然也分人 你出过什么好东西吗 看我的 挑战用开刀的装备打七驼 见证奇迹吧 来了 轻轻松松一把钢铁狗杂 这才哪到哪啊 刚刚开始而已 继续 厉害了 连六甲都出了 这可不容易 枪其实挺好出的 防具特别难 今天我乃天选之人 怎么样 强不强 一个比一个好 已经很难有人超越我了吧 这下两把枪可近可远 再来个六头最好 来了 又一把狗杂 三把枪 好家伙 虽然知道这种白给的礼包有惊喜 但这次惊喜格外多 容我低调的说一句 求超越 嘿嘿嘿嘿 最后几个还能再来吗 没了 只有一把修复没空还能看 大功告成 结束圆满 六甲穿上 投荷包则只有二级 但问题不大 独眼蛇AWM毋庸止疑 狗杂选钢铁针线还是独眼蛇呢 就这么一块的决定了 主打一个独眼蛇套装 你看 投荷包这不就有了吗 可谓天命开局 难道是五级头和五级包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五级的我还看不上呢 来人了 来晚了你 奉献装备来了吧 怎么是个紫的呀 竟然一毛不拔 没关系 企图最不缺的就是装备 早晚的事 去辐射区 呀 还真有人 不过他这是干啥呢 这也行 你看 说什么来着 根本不用急 六级头这不就来了吗 防御方面完美了 就差个六包 独眼是AK就没必要了吧 也就能卖十万 不值得 我可是有理想的人 竟然来的这么巧 正好赶上打boss 肯定要添把柴加把火 赶就可以直接走 但也算打扫惊蛇了吧 他还敢打吗 不曾想他真敢 算他投铁 就喜欢这样的 不仅投铁 命还很大 而且特别专一 是非得打那boss不合是吧 那就怪不得我了 有必要直接拿下 话说怎么还没打完呀 太慢了吧 也 开什么玩笑呢 这人是来干啥的 打了半天还有这么多血 我来带牢 五级包吗 不给拉倒 这边又掉个六级包 怎么又是头啊 就要不堪重负了 boss都没掉黑卡 这边出了 也不错 一来就是两张 仓库还有十多张 根本用不完了 发现人了 想去他一枪 不给我机会呀 好吧 那我也不给他机会了 你看他完了 这种情况还有悬念吗 借他两条腿也逃不掉 我只需先把门封上 然后进一步压榨 他的生存空间 然后往里面丢来 就问这招他怎么破 想想都绝望 根本破不了一点呀 怪了 竟然没直接搞定 不应该呀 里面空间又不大 他竟然躺着火跑出来了 没烧死已经很不容易了 最多剩个血皮 轻轻松松把它收了吧 还想挣扎 是不是藏枝了呀 好家伙 差点阴沟里翻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 掉个六包吧 该来了 结果又是啥都没掉吗 挺难受的 不如愿了 结果看到七根金条 我大吃一惊 他什么人品 竟能如此多的金条 这不全便宜我了吗 挺离谱的 不知直接5.7了 还是在四级包的情况下 恐怖如斯 还有黑门可以开 我是真的肥 一会再有人给我送个六包 就完美了 再来一根金条 两盏蓝鱼 这个黑门也就一般 信号枪一打 还能钓钵鱼 对六包还有些执念 等等 有人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不会没辐射板吧 他 一点掉背包的意思都没有 感觉也就这样了 什么情况 又来一个 四级的 这次更不用指望了 算了吧 我看我也该撤了 没必要了已经 连狗牌都捡不了了 谁说四级包不行 只要金条够多 这也能六百多万 好了 成功返回 收获满满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